刚开始的时候我带着村干部在县里面摆地毯 然后刚开始买的人不多 然后我们坚持了三个月宣传银钢供销 刚开始卖的是四千元 这是我们的第一笔收入 最后通过那个就是微信啊 网络那些买的人越来越多了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最后就是想到这个产品要卖下去嘛 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害羞的事情 今年我们就是执行了一个奖励制度 就是激励他们 就是卖一个的话就给他们一块钱 然后他们都用微信转发 我们发展了这个产业 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是我们党支部带头的 党支部带头的他们就是相信我们就是带领大家 可以带领大家增收制服 今年的话我想继续就是把这个产品卖出去 给当地群众增加一个收入 好 感谢观看